为了高丽学生发现问题、改革问题 中华管政府是基盘当地研究作品发表跟班长 除了班长,当时所有中众的学生也在现场电视研究性格 让所有参加的人可以向上观摩学生 但显成年过后组合选择更好的精神 中华管政府够有促进用意义班长和中众的学生 中华管道理研究作品精算 一直是中华管主义教育的尼多性子 华党的目的是高丽学生以赴自己的刑处和力量 去发现问题三生疑问进行研究 最后再透过整理、推论、帝到土地的结论 发现在此是发明心理性 华党基盘到今年已经是第八年 为在地社会计划到对留学作品的关怀中 主题的适途文化 而且大进行刑网 作品的一举两更是每年提升 所以中华管政府是特别班长高烈 鼓励研究作品征选 一直是我们彰化线教育的一个盛事 那它最主要就是鼓励我们的孩子 它能够依据自己的一个兴趣或者是能力 来发现问题 之后产生疑问 接着我们再来做一些研究 或者是来做一些推论 最后呢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发现 发明或者是结果 那独立作品的一个征选 是从101学年度一直开始 到目前已经进入了第八年了 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作品 是越来的越创新 而且呢是越来的越多样化 所以呢我们一直鼓励孩子 能够再从事这个独立研究 那也期望就是说我们能够落实12年国教 我们自发互动共好 这样子的一个核心价值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边快乐的学习 这次的电力当中 除了班长作品电视和交流 中和管政府高游厨 更加是精神几位冲冠和摩采活动 后来参加的首先和家庭买当当劳金 好现场是从我们欢乐起婚 马基台未来的独立研究作品《精算活动》 可以让亲一个家座 首先来参加 断练专官的学生 组组合适的红条 新中华新闻 北冰林中华 彩虹博德